俄羅斯開始真的攻擊烏克蘭 我真的不能相信 我不是在看電影你知道嗎 在台烏克蘭人不敢置信 戰火襲擊家園 俄羅斯攻打烏克蘭來到第五天 立委及民間團體成立募款平台 呼籲台灣人用行動支持烏克蘭 大家願意去做這個500元以上的捐款的話 我們就會免費的去贈送一個 臺灣支撐烏克蘭的一個限量版口罩 可以展現臺灣的愛心向世界彰顯 臺灣Can Hope 口罩大廠無償製作 臺灣支撐烏克蘭的特殊版口罩 只要軍款滿額就會免費贈送 善火無情 在台烏克蘭人也求救 希望各國提供精緣 我們需要支援軍機器 世界都幫助 我認為臺灣 像在這裡所示範也能幫助 想到在基輔的家人忍不住悲從中來 眼看戰線持續拉長 再無台人處境也令人憂心 目前屋東地區除了這三位學生以外 現在新增加的家庭是 一位烏克蘭籍的配偶 加上一位小孩 南屋現在有兩名我們的臺灣人在那邊等待 救援撤出 那現在規劃要去的方向 是往斯洛伐克 七個在屋台人將往斯洛伐克移動 尋求庇護 俄屋戰情跪絕 臺灣人持續聲援 盼戰火快平息 環宇新聞松軍 蠟品軍一台報導 請訂閱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使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